大家好 秋葵是个健康养生的好食品 秋葵具有特殊的香气 经常食用具有健庇 滋补阴阳的功效 是高档绿色营养保健蔬菜 今天分享一个秋葵不一样的做法 秋葵浸泡五分钟 消除农药残留 来点盐 沙毒削菌 浸泡五分钟后 洗净捞出 喝辣油 辣油能保证秋葵翠绿有变色 自己家种的葱 嫩嫩的脆脆辣辣的 鸡粉 生抽酱油 蚝油 蚝油 加点温水 充分的拌匀 加一层淀粉 锅里放水 放入鸡 火蒸两分钟 直接到开锅了 颜色特别漂亮啊 放入鸡 这样切啊 可以煮进去味儿 色拉油 姜 放入鸡 小米辣 蒜 松 倒入料汁 熬到这样粘稠度 就好了 关火 慢慢的浇入秋葵上 秋葵 充分的沾满料汁 美味的椒汁秋葵做好了 营养不流失 这样做的秋葵少油又健康 喜欢的朋友 快点来试试吧